今天在東北部的宜蘭 應該是最早開始下雨的地方了 從下午三點鐘開始 天氣就變得不太穩定 而隨著蘇利颱風越來越接近 風雨也逐漸增強 我們現在立刻連線給記者張志雄 請他帶大家來看看宜蘭當地 目前的情況 志雄 是主播各位觀眾朋友 目前在宜蘭這地方 可以感受到風雨世界越大 現在我們和你一起 來感受一下這風雨的威力 從今天下午三點開始 原本沒有雨 沒有風的宜蘭 開始出現了這個雨的狀況 可以看到現在的風雨是一陣一陣的 不過平常我們的颱風雨 可以說是有一陣來了以後 一陣會平息 可是今天從三點到目前為止 沒有停過 而且隨著這個暴風 越來越接近陸地 這個風雨是越來得越大 現在算是比較小一點的一個時候 也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是站在礁溪的街頭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目前並沒有太多的人車 可是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很多觀眾朋友都知道 如果平常在禮拜五晚上來的時候 可能這邊是大塞車 可是現在卻是沒有什麼人車 也因此在今天呢 在礁溪這邊的一個店家 幾乎是生意 可以說是相當的冷清 我們來看看剛才 我們對這邊的店家 所做的採訪的內容 現在路上都沒有人啊 大家都回台北去了 平常這個時間的話 對 今天是禮拜五啊 人潮會比較多 少很多 禮拜一就開始沒什麼客了 今天業績是 哇 平常 昨天或什麼前幾天開始 業績就少了一半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後面這位店家 甚至擔心說今天會不會爆顆壓彈 可以看出來事實上這個生意 這天確實是相當冷清 從禮拜一到現在為止 除了生意之外呢 另外大家要關注的是 關於人員的安全 今天呢 在大同鄉的 這一個殷氏村的 這一個叫泛泛部落這地方呢 因為這個地方可能會有 土石流的一個產生 擔心會造成一些危險 所以今天宜蘭縣政府在這邊 進行預防性的一個撤離 而在今天下午上 當地的居民也相當的配合 而另外在交通的部分呢 也因為擔心這個道路的崩塌 可能會造成一些危險 所以今天在台七甲縣以及台七縣 甚至包括舒花宮的部分路段 在今天下午五點之後呢 是完全封閉 我們來看看今天下午 在宜蘭縣這邊的最新狀況 國軍派出汗馬車協助宜蘭縣大同鄉 殷氏村的泛泛部落 預防性撤離 村長也透過擴音器向村民宣導 不過也有不少居民 在國軍協助之前 就先自行開車下山避風雨 由於這裡過去曾經發生過土石流 居民幾乎都願意配合預防性撤離 以避免台風雨量太大時 來不及離開到安全地點 除了人員撤離 交通部公路總局也從下午五點起 在殷氏村對外聯絡道路的 臺七線六十點七K到九十四K 有一次從桃園宜蘭縣界 到宜蘭牛豆路段執行 預警市道路封閉 公路總局在宜蘭縣的預警市 封閉路段還有臺七甲線 七蘭道思源崖口的路段 另外蘇花公路也是從下午五點起 全線封閉 記者張瓊 張子佳 SNG小組一蘭報導